最近关于《山月报》里的讨论 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其实这种先生是在全世界一直都存在的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严肃而值得讨论的问题 因此今天我找到了 具备来自普通学校的朋友 看看他们是怎么喜欢的 在我背后说一些我坏话什么这样子 经常有很多中国同学说我是日本鬼子 你看这个 瞅得到你奶奶家的这孩子 然后会打你 各种人可能会进来去打一个孩子 你有参与过《山月报》里吗 你们国家的《山月报》里有什么共同特点 当时读高中的时候 就是因为某一个老师就喜欢我 或者就是那种 教这很多特别好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就可能其他学生 他们就会觉得这样不公平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 在我背后说一些我坏话什么这样子 然后老师就刚刚就没有意识到这种 因为他可能以为我表扬你是一件好事情 没有想到他就产生了另外一种现象 因为我们韩国人比较就是外貌 不管是对于演艺人 还是就像我这样的普通人 这个长相的攻击比较频繁 如果一个女人不化妆 然后出门 然后别人会有一点笑她 或者如果一个人整容过 如果有一些人不太喜欢她 然后可以公开她以前那种 没有整容过的照片 去年在我的旧学校 有个女孩 然后她说的中文不太好 然后每次我们都会有些人就用中文就 你看这个 这个丑 丑得到你奶奶家的这孩子 特别丑 然后就这样子说她 首先我小的时候来中国嘛 就是不太习惯中国 就这些反应让身边的中国同学 看起来我很奇怪 就经常有很多中国同学说我是日本鬼子 或者像那种学霸 在我这个贵族学校一般都会被打 但是如果因为我去的学校都是饮食橄榄球 所以如果你饮食橄榄球做得好 那你就是朋友多 我小时候不喜欢足球 在阿根廷 如果你不喜欢足球的话 那就完蛋了 就大家不会跟你玩 不会叫你出去 他们会告诉你 你不喜欢足球 那你是你是女孩吗 就这样 就这样 直接这样 然后会答你 就我先我不敢 因为我打不过他们 我不敢 我就被打了被打了 然后跑 开始练 拳击啊什么的 问题是 就每次是我一个人比五个人 所以我还是每次都被打得很惨 对你产生什么样的 impact 就很孤独嘛 就很很不公平的感觉 就就为什么要打我 我自己 就跟你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感觉这一辈子都会这样 因为日本人本身是一个 不愿意去给别人添麻烦的民族 被欺负的孩子在学校 他会不会告诉他的家里人 他肯定会想 哎我爸妈都工作这么辛苦了 我还要给他们添加麻烦吗 所以说大部分的这种霸凌 一直没有被展现出来 就或者没有被解决掉 都是说大家觉得 会优先去考虑 会不会给别人添麻烦 最后选择不解决 就草草了事了 就他们觉得我比你好 所以我看不起你 我要欺负你 我要打你 但我个人觉得不是那么公平 所以我第一次问我朋友们 就我们停下来吧 然后我朋友就有点就不听 就继续这样子做 我说白了那时候 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因为我特别尊重18岁的孩子 18岁的孩子说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我们都同意 我离开那个学校之后 开始认识各种文化的 各种有钱没钱的人的孩子 我才自己学会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会发现在不同国家中的 小元巴黎 都有国家这种强势文化 有边缘文化 都有很强的关系 可能是运动项目啊 或者中文理事 有时候是关于主流胜美 长得跟那个国家 或者跟社会上来现就不一样 皮肤的颜色 假如说你是黑人 印度人 也说不定也会被打 这个对象 也可以说什么外国人啊 然后如果是女生男性的话 然后他们不太符合 他们这个性别的掌上 所有的同学都有钱 所以他们也会在这个方面欺负我 因为我父母 我家人也不是很有钱 少年的我们更容易 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总而正在强势文化的 道德之高点 鼓励甚至霸凌 那些带有偏文化的特征的同学 因而整体社会气氛 对文化的多样性 强调是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 小元巴黎的问题呢 首先要说出来 不要把它长到心底 第一次发生就说出来 跟老师说 跟父母说 就不要怕会影响他们的工作 他们太忙了 所以不能打扰他们 我看我闺女在长大 他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有一个我闺女说 这个孩子很坏 对谁都不好 我一认识她家长觉得 那我知道为什么 暴龄这个事 其实需要是在父母的手里 我觉得家长 他们没有老师解决得好 而且家长就 比如说挺偏心的 就比如说 是他自己孩子在欺负别人 他们就 我的孩子太好了 他不会干这种事 所以最好是让老师来解决 因为老师是挺公平的 我们作为父母是有责任 我们是需要告诉孩子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因为我相信我 和我老婆的这个关系是 有一个很好的平衡 孩子们能看到 我对他是好 我也是应该对别人好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 就是从各个方面 去解决这个校园暴龄 就比如说每个学校 就必须得一个心理医生 每一个时间阶段 就必须有一个心理测试 这样子就可能 也会直接体现到 就是谁有一个心理问题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 这个解决方法就不错 但是说你需要前提是有 比较强的承受能力 自黑能力才可以 那时候我上来做 我介绍就说大家好 我是来自日本的日本鬼子 请大家多多关照 班主任也想到了 这个日本人在说些什么 班主任愣了一会儿 马上就跟我说 不不不你是我们中国 友好的朋友 对吧 这个行为我就感受到了 其实大家并不是真正的 讨厌排外 或者是说排挤一个 跟自己不一样的人 而说他们只是不了解罢了 反正我觉得80是 不应该接受的一件事 一次都不能接受 无论你是来自哪里 一个人 青少年实习所有整理的一切 真的会改变一个人一生 因此在这里 我只能说两点 看似正确 就是善严暴力帮凶的态度 第一种态度是来自于家长 他们认为 以前孩子之间的斗争 都是小大小闹 完全不当回事 因而在根源上 看清善严暴力的代价 第二种态度 来自于老师的学校 他们认为 所有善严暴力行为的学校 都是坏学校 因而从根源上 否认善严暴力的发生 与这两种观念的抗争 是我们走出善严暴力 恶性循环的第一步